创业的企业家都是90后 95后了吧 他们听我的吗 我的忠告没用的 年轻人呢 他就是吃青春饭嘛 所以你们有资格其实吃青春饭 那挺好嘛 喝奶茶 上网 游戏 创业挺好啊 对你们有什么忠告呢 我觉得是你们一定是代表着未来 我女儿他们代表80后 就如何对应80后 那是我们曾经很困惑 独生子女 小太阳 非常自我 后来发现呢 他比我们强 为什么 第一 他们是商品经营长大的 商品经营很那个就有竞争意识 竞争意识就是改一面对失败 这个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而且感到尤其是90后 现在和这些企业家打交道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来赚的一定钱做公益 分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先赚钱 可是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成功之后 赚钱公益同时进行的 所以如果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呢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的 非常想听听 这些90后 95后 对我们这些老家伙 有什么忠告